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的电池还真带不动 不过现代汽车因为常年研究氢燃料电池的经验 倒是退出了以氢燃料电池系统为动力的卡车 还放心 这是一辆看外观就很有科技感的卡车 线条流畅的驾驶舱配上长长的车身 与其说是货车倒更像一辆小货车 据说它的外形设计正式汲取了1930年代货车的流线设计概念 能够有效降低风阻 减少能源消耗 车头下方还覆盖有巨大的进气格栅 不仅巧妙的隐藏器台阶 让外观更浑然一体 还能够让大量气流进入车内 解决燃料电池的散热问题 据悉海王星将搭载四个压缩氢燃料箱 还可以外挂负燃料箱 将续航里程延长一倍 虽然目前它的动力系统还完全不能和柴油发动机媲美 但只要随着继续研究 这个问题必然能够解决 让零排放汽车彻底实现 开创新的运输方式 不仅如此 海王星还有很先进的驾驶座舱技术 包括了HUD抬头显示 数码仪表盘和娱乐系统等 让人能坐在车里舒舒服服的完成驾驶 重点是还有自动驾驶功能 也就是说司机只要坐着玩就行 看来以后司机这个工作真的要消失了 视频元素来自Otomoto 用Max Honor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 Honor创意公园